大家好,華記3月21日在四川的竹林報道 今天看到林鄭開放香港的防疫政策 例如取消全民檢測 還有下個月會開放晚市和四人的桌子 其實這件事對於香港的人普天同慶 因為終於抗疫成功 但不要忘記,現在每一天有幾萬宗新型冠狀病毒 其實這件事究竟是給你好消息還是靠害給你呢? 可能對某些香港人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 但對於我們中國這麼多的省份來說 這絕對是一個壞消息 有些人問為什麼林鄭這樣做呢? 會不會陰謀論或者她是糖衣毒藥 一方面就好像被你溫飽有功做 另一方面就靠害糖衣毒藥 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的陰謀 在這方面來說 一方面就屠毒你 有公開的 另一方面就直入意志 潛延密化 你香港都是以病毒共存 都是行新加坡、美國那套 阿爺那套不行 是不是這樣想潛延密化 分化我們香港呢? 因為你知道我們香港在逃犯條例 到現在 真的 分分鐘現在是藍絲變黃絲 因為你這個政策裡面 很多人找不到吃 如果你再停工下去 那些人就會餓死 不是病死的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直播 就很好 就請到省廣澳的三地意見 究竟對於我們今天林鄭的消息 是開心嗎? 還是不開心嗎? 或者是有更加第三種表述呢? 那麼今天呢 就請來我們省廣澳有澳門的華少 大家好 好啊 好 接著呢 我們有一些廣州的朋友 就很有看法的 廣州 我們這位 X先生 X先生 有什麼想說 是不是很開心啊? 我屌你老婆 你瘋了 林鄭啊 你老師壞了嗎? 搞什麼開放 你現在害怕我們廣東人不死 現在 你有病嗎? 首先我們要冷靜一點 廣州口一點 什麼事情會令到你這麼憤怒呢? 他現在開放香港 如果你在香港的親戚會不會很開心呢? 開心他老母 我現在全家都被他影響了 小朋友上學又回不了 啊 想開工開不了 到處搞隔離 到處搞封城 好玩嗎? 你傻了 那你有沒有理解過 他為什麼要接下來 八個國家的飛機 包括英國和美國 都可以進來香港 為什麼呢? 我看死他的思想 是不正確的了 你和中央同步也不行嗎? 他現在是弱智的嗎? 對著幹 這是不是叫對著幹 內地的術語 你明顯就是對著幹 這些 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香港好像新加坡那樣呢? 我想問 在深圳人裡面 有什麼看法呢? 因為現在深圳 我想那個局長最怕會下台 深圳 就是那個省長 因為現在你的病毒很厲害 上海也是 如果你在深圳的朋友 你怎麼看呢? 我們有一位深圳的老闆在這裡 哎呀 如果是開放了 通關我就麻煩了 就算現在開放 那些人出來做事也不對 等於就是 叫全香港的人去送死而已 叫全香港的人去送死而已 都不是清零之後 才出來活動的話 就真的 等於那些人 就不是人來的了 很容易中招 出春去都很麻煩 現在 我也有些家人在香港 現在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出去 是 給一兩個鐘出去買些東西回來 去搞定的 如果中招也很麻煩 喂!他現在開放 現在逼你出去吃飯 其實 那就死人了 不知怎麼搞 真的 如果這樣開放的話 就搞到 大部分人 都是中招而已 因為全家 現在還服貨 不是開放的 現在是你女兒 要逼你女兒去上學 這樣就死人了 真的 害死人了 他真的 現在是 復課 復工復課 復航班 取消全民檢測 你會不會讓你女兒去上學 肯定不會讓她上學 你不是抗課 抗課 抗課也沒辦法 抗課也沒辦法 抗課 遲早要回內地讀 喂!很矛盾 究竟你現在抗課 既大個好 還是上學 驗到新型冠狀病 當然寧願抗課 也沒可能讓她出去送死 因為小朋友始終看質比較弱 何況家裏還有老人家 對 XC先生 怎樣 你回不回學 如果給你的小朋友 上班都回不了 學校也不會給你回 我們這邊的政策 執行得很堅定 總之我們現在看到 香港的那些官員 好像鬼上身 一個一個一個 都在發貼騰 神經病一樣 究竟她是一個 對著幹的姿態 還是真的為香港好呢 其實她這樣做 是為香港的市民著想 還是為甚麼事著想呢 華記 剛才我想到的就是 這個林鄭有可能 就是用一種 懷疑政策去買好她的 後面的老闆 因為呢 作為我們國家 現在還採取這麼嚴厲的 一個防疫政策 為甚麼林鄭可以以一個 香港特區的首長 說一些違背中央意識的一種政策 我懷疑這就是我們 經常說的甚麼 賣國賊 那些走狗 我想林鄭都差不多了 已經稱職了 我覺得羅紹 她的政治頭腦比我好 那羅紹就說 其實會不會 林鄭是一個 身在草刑 心在汗的臥底來的 她現在做這麼多事 就想搞你一國一制 你本來是一國兩制的 她這樣做 就令到中央極之不滿在香港 然後加快的步伐 不如一國一制 其實這件事 如果一國一制 就要多謝林鄭 沒錯 是啊 因為首先 到現在 我們無法理解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 政策出來 好啦 我們今天在這個 竹海四川 我們粵港澳的朋友 都覺得 官員鬼上身 是不是 X先生 簡直就是鬼上身 而且你特區政府 也是中國的官 我就不太明白 你為甚麼不能跟中央同步 為甚麼不能跟隨中央的政策 那不是鬼上身 是甚麼 那會不會真的想造就 我們香港一國一制 林鄭 希望他是這樣想 即是他故意做衰的 這件事 希望早日一國一制 我也贊成 我也覺得一國一制好 好 我們為祖國 我們就可以收復 全面香港 一國一制 就要在這裏 多謝林鄭先 今天說到這裏 香港為什麼控制不了疫情 武漢醫護 用血淚得來的經驗被忽視 武漢抗議醫生 護士 警察 自願者 清潔工都穿的是防護服 稍微一丁扁的疏忽 都會造成感染 反觀香港防疫 醫生護士穿的是半身防護服 警員防疫只是佩戴口罩 其他人更不用說 這種暴露皮膚能不感染嗎 市民做核酸排隊人挨著人 沒有感染的人都會感染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奧米克戎 比原始毒株傳染強百倍 這兩年來內地的疫情 一波接著一波 醫生護士從不顧個人安危 拯救著人民的生命 每天穿上防護服八個小時 不吃不喝不能上廁所 他們不顧疲勞累倒 暈倒在抗議戰場上 而香港醫護只穿著半身防護服 連自我保護都做不到 穿防護服的苦不適 是誰都可以忍受的 政治觀念可以不同 但防疫不會有任何差別 否則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感恩一直奮戰在前線的白衣天使 是他們用生命在守護著我們的健康